关于我们内在高我的理解,或许是我们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极其深邃的层面。 即便对于那些我们尚未亲身经历的事物,或者看似奇特异常甚至难以置信的事物,我们也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。 请您暂时放下对于未知的恐惧,想象一下,如果您的内在高,我能够透过那细弱油丝的讯息与您进行沟通,这样的一种设想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呢? 不妨将您的内在高我,视为一种近乎触手可及的存在,然而,在我们漫步于人生旅程的复杂多变之中时,却往往容易忽视它的存在,它始终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认同,而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则是它无声的伙伴,引领我们去发掘那些超越物质感知的智慧启示。 接下来,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物理、精神以及情感这三大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。 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人类经验。 这三者在本质上是紧密相连的,彼此间以一种开放且微妙的方式产生着影响。 虽然我们有权利选择忽视这种内在的统一性,但是它却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,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。 那么,我们的内在高我到底希望我们如何去做呢? 我坚信,它渴望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周围的世界,它试图唤醒我们,对于渗透在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能量的觉知。 但是,因为若是缺乏这种联系,我们又怎能分辨出哪些事物对我们的内在能量有益,哪些又是有害的呢? 因此,今天我们齐聚在此,共同开启这段充满灵性的探索之旅,去揭示我们内在高我的奥秘。 我们将携手共敬,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您的内在高我中,用以吸引您关注的神秘信号。 因此,我们不妨从第一个特征,生动的梦境世界开始探讨。 这些梦境并不仅仅是大脑在夜间的漫游之旅,而更像是来自更高维度的信息传输通道。 当那些位于更高层面的事物,想要向我们传达一份信息,展示一个标志或传达一个极为温柔的警示时, 它们往往会借助我们的梦境来实现。 因此,请您将自己的梦境视为连接您的地球自我,以及您的内在高我的桥梁。 在这样的连接过程中,您或许会经历一些超越时间、空间甚至未来界限的事件。 这些梦境清晰地揭示了您的内在高我,正竭力与您建立紧密的联系。 举例来说,当您的梦境反映出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时, 它们便成为了您灵魂的直接信息,是对激发您的热情并推动您向前发展的呼唤。 接下来,我们将关注到第二个特征,即一个虽然微小却意义深远, 至今仍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特征,镜像现象。 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,您是否曾发现, 自己的言辞举止似乎与对方保持着同步,仿佛你们拥有同样的观点?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,两位朋友正在进行对话, 其中一位朋友所说的话语,与另一位朋友的言论产生了共鸣, 仿佛他们共享着同一个意识。 尊敬的朋友们,这便是镜像现象的本质所在, 同时也是内在高我进行沟通的重要标志。 若您在与他人交流时频繁遇到此类现象, 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您的内在高, 我正试图向您传达某些信息。 要全面理解和解读这些信息, 关键在于营造一个安静祥和的环境。 在这样的氛围中, 您将有机会深化与灵魂的连接, 使其智慧引领您在灵性探索之路上稳步前行。 最后,我们将讨论第三个特征, 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直觉。 您的直觉犹如真理和指引的灯塔, 是您人生道路上的宝贵指南针。 它的一个显著特性在于, 能在事件发生前为您提供预警。 例如,试想一下这样的日常情景, 您在一个忙碌的清晨前往工作场所。 在等待地铁的间隙, 您面临两条通往办公室的路径选择, 一条是常规路线, 另一条看似更为辩解, 但却相对陌生。 您陷入了短暂的犹豫, 思考应选择哪一条道路。 就在那时, 一种微妙的不安感和直觉逐渐浮现, 您内心深处的某个声音, 建议您选择那条较少有人走过的路线, 似乎这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。 您听从了这份直觉, 选择了那条您平时很少涉足的道路。 当您抵达办公室附近时, 您得知了一则有关该路段发生意外事件的消息, 这条正是您每日必经之路, 一起交通事故导致道路拥堵, 使得选择该路线的人们遭受了严重的延误。 您的直觉通过引导您走上这条道路, 不仅成功避开了可能出现的困扰和挫败, 还助力您的工作日, 以更加顺畅且高效的方式拉开序幕。 这只是直觉在引导我们, 做出有利于自身扶持决策方面的一个简单实例。 它扮演着内在智慧的指南真角色, 引导我们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, 助力我们达成心中的目标, 同时还能有效规避不必要的困难险阻。 而直觉, 作为一位传令使者, 负责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或者状况, 它能够为我们在应对冲突, 或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, 提供宝贵的指导意见。 请谨记, 即便你的直觉之因你走向看似失败的结局, 它意味你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洞见, 以及成长的契机。 因此, 在探索自我, 寻求精神层面的启迪过程中, 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明智的决策之一, 便是倾听我们的直觉, 因为它是我们在追求更深层次, 理解和满足感的道路上的忠诚伙伴。 接下来的一个征兆, 则是我们生活中某些个体的离别。 当我们踏上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旅途时, 我们或许会发现, 有些人, 尽管他们曾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 如今却似乎成为了我们前行路上的阻碍。 你可能会疑惑,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 其实答案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, 你的内在高我在不断地发展壮大, 当你全身心投入到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的过程中时, 你开始吸引更多积极向上且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, 走进你的生活。 这种对积极能量的磁力吸引, 可能会导致你与某些人渐行渐远。 值得关注的是, 其中一些人可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转变, 这种彼此间的分离, 可能会在毫无敌意或恶意的氛围中悄然发生。 你会发现, 你开始与那些持有和你相似理念的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, 那些鼓励你个人成长并全力支持你的人生旅程的人们。 但是, 请务必明白, 分离可能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抉择, 它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情绪反应, 并在内心深处引起波澜。 然而, 在这些关键时刻, 保持开放的思维态度, 并信赖你的内在高我的指引显得尤为重要, 它正引领你迈向更大的满足感和和谐的人生道路。 第六个征兆是我们情感的深度。 倘若, 你时常发现自己深陷于强烈而深刻的情感之中, 那么, 这很可能是你的内在高, 我试图与你进行交流的一种信号。 当你努力与你的内在高我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时, 这可能会激发出一系列情感体验, 既有积极向上的一面, 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挑战。 这些情感, 可能会以你的意识中强烈的波动形式呈现出来, 它们可能涵盖了悲伤、喜悦, 甚至是对忧郁情绪的短暂思考。 当你的内在高我与你的情感状态建立其紧密联系时, 你的感受将迅速升温。 在这些情感深度的时刻, 认识到它们是你内在转变的珍贵指示器, 进一步深化了你的内在、 高我与你的情感世界之间的纽带。 以此方式, 我们将会迎来下一个征兆, 那便是在你的私人空间中寻得安慰。 你是否察觉到自己对于独处的渴望愈发强烈, 仿佛你需要通过静谧的时光, 来整理自己纷繁的思绪和情绪。 似乎你正在逐步远离一些, 你曾经热衷参与的社交活动和娱乐项目。 然而, 这种看似反常的渴望独处, 实际上正是我们内在高我的一种微妙呼唤。 在此期间,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减少, 而与内心世界的联系则日益增强。 尽管孤独有时可能会让人倍感困扰, 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塑我们生命中精神维度的独特机遇。 我们越是坦然面对这份孤独, 我们与内在高我的联系便会越发明显。 现在, 让我们来探讨最后两个征兆, 即定期的冥想修行。 您是否已经逐渐意识到对冥想的深深喜爱, 渴望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空间, 以便进行内省。 冥想作为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桥梁, 赋予了我们暂时抽离现实物质世界, 专注于精神自我成长的可能性。 这种趋势可能表明您的内在高, 我正在尝试着与您进行深入交流。 由于我也深切感受到了这种冥想的吸引力, 仿佛我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尽管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准确表达, 但它确实源自于我内心深处的呼唤, 呼唤我花费更多的时间关注自身, 关注当下, 关注我的本质。 因此, 我如今更加热衷于冥想, 因为这是一种能带给我内心平静, 使我更加专注的修行方法。 每当我沉浸其中时, 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完整性。 此外, 冥想还有助于清除那些不必要的负担, 以及那些不再有利于我们精神成长的人际关系。 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高层次的大门, 让我们在那里寻找到摆脱抑郁、 焦虑和压力的安慰。 通过与这些更高维度的连接, 您将有机会获取珍贵的洞见, 提升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。 最后, 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, 它激发了我们对生活的惊叹和热情。 您是否注意到近期生活中的某些重大改变? 这些改变, 正是您与内在高我建立紧密联系的直接成果。 随着这种联系的不断深化, 我们将变得更为富有创造力, 更加专注于实现个人目标, 同时积极投身于自我提升。 这种紧密的联系, 激励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勇气, 勇敢面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。 最终, 您或许会惊讶地发现, 自己已经踏入了全新的人生阶段, 无论是开创事业, 建设家园,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, 亦或是勇于冒险追求梦想。 值得一提的是, 您的内在高, 我的觉醒, 有可能在您的生活中引发深远的变革, 使您得以探索未知的领域, 并以崭新的活力和目标去体验这个世界。 以上仅列举了部分, 可能预示着我们内在高我的召唤的迹象。 当然, 可能存在其他更多的迹象, 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深奥且复杂的话题, 其解读方式多种多样。 然而, 我希望您能深入思考这些迹象, 极其对您与内在高我之间联系的影响, 因此请多加利用反思和内省的时刻, 因为这些时刻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, 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您与内在高我的联系。 我们希望上述内容能对您有所启示, 助力您的心灵之旅。 感谢您选择与我们同行, 共同探索这段奇妙的旅程。 若本视频引起了您的共鸣, 我诚挚地邀请您为其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 与他人分享这份感悟, 让他们也能从中获益。 同时, 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想法, 反思和经验。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参与, 祝您一切顺利, 下期影片见。